美国辉瑞疫苗紧急授权上市后 我国作为其中一个采购国 是不是买贵了 有没有慢别人半拍 那今天就先来了解一下 采购疫苗的过程是怎么进行的 到底是如何定价 新冠疫苗研发在短时间内 取得突破新进展 虽然值得鼓舞 但是如果要让全球70亿人 全部接种的话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那好比说你在家里花了很长的时间 烘焙一个完美的蛋糕 但是如果要批量复制一模一样的蛋糕 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更何况大部分的新冠疫苗 至少需要注射两剂 所以全球的产量必须增加一倍 才能够发挥真正的效用 然而各国在批准疫苗上市之前 都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 像是我国在12月15号 收到辉瑞首份的注册申请之后 就需要经过药监局 鉴定一系列的文件 风险管理和定期收益 以及风险评估报告 一般上是需要90到120天的审批 因此预计我国最早 也要等到明年的3月底到4月 才可以正式使用首批疫苗 另外我国采购的辉瑞疫苗 必须要保存在-70度到-80度 所以要特别设立一个 适合保存疫苗的储存库 就必须要挪出一笔昂贵的费用 那可以部长凯里就说 我国和辉瑞的采购协议当中 就只包含了运输费用 所以难免会引起在野党议员的质疑 我国拨款30亿令吉 作为疫苗整体的储存采购和运输费 真的足够吗 但是政府一直基于这个保密原则 不肯公开辉瑞疫苗价格到底是多少 最近有位比利时官员不小心泄露天机 公开了欧盟采购疫苗的报价单 当中更揭露了辉瑞疫苗的单价是 14.7美元大约59令吉 不过就比同意以美季19.5美元采购的美国更低 也就是说美国买贵了 对此辉瑞就解释说 定价策略其实是依据采购数量 预先承诺公平和负担能力的原则下去制定 再加上欧盟之前曾经拨款1.22亿美元给辉瑞 作为研发疫苗的贷款资金 因此得到折扣价也实属合理的 那这于我国是不是跟美国一样买贵了 那凯里就强调说我国没有买贵疫苗 希望有人不要政治化采购疫苗的课题 那其实以目前全球各国都在盼望疫苗打救的时刻 再贵的疫苗其实也有事有价吧